2021新加坡慈祭岁目祝福 邀约民众回到金丝堂共聚一堂 清脆响亮的铜板生都是满满的爱心 每天有的赏钱就丢进去铜里面 我们小小的一个动作不管有多少 可能对别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起来的时候就会投竹筒 我希望这些钱可以帮到很多人 四天十四个场次 一场可接待130人 人与人之间虽有防疫距离 但温馨不浅 我觉得在金丝堂做这个最末祝福 氛围是真的是很好 回来就觉得心情很好 很庄严 最末祝福就是要感恩我们的会员大德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办一个现场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有回家的感觉 聚在一起凝聚三年 有那个善的共振 持续带来的智能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地 strong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人生的共同性 全部人就是一家人 帮来帮去 鼓励我们走正道 听善人的教导 做好事 虽莫祝福也少不了 蔬食推广 因慈激之工准备的餐点而对蔬食改观 杜敏薇敢在下午回国之前 现身说法分享自身改变 从两个星期开始踹 踹到要五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更多人可以犹豫去尝试 不要带着那种很排泄的心去看待蔬食 就是像阿公阿嬷时代的这样子 动物也是有人生的 都觉得吃素也是一种感恩心 吃素可以帮助减鸭减糖分 对党固醇其实比较好 每一盏新灯都承载着一个院 祈祷声中三年汇聚 展望全新的一年 大爱新闻张玉佳 陈雅英 新加坡报导